Hello 大家好 莎姐 大家見莎姐 精神好很多 其實我昨晚到剛剛 基本上大部份時間都在睡覺 現在是剛剛醒了 所以打五腦對不起 但我也有聽的 很感謝大家留言 都叫我保重身體 其實因為我自己來十月底 十月二十九日就要上座 那座座當然是我手的手術 好像是以案件審核的 即是說你一定要出席 看案件成不成立 就正如黎智英恐客東方那時候 看案件能不能成立 但就算案件成立後又如何 通常案件成立後九成會贏 但亦有特殊例子 就是黎智英的例子 案件成立後 所有事情都正好 但都可以判無罪 所以莎姐當然是有點憂慮 所以近來真的睡得差 加上天氣各方面 所以就有點容易暈眩 因為始終天氣熱 而喇姐的呼吸方面 喇姐的呼吸方面都比較辛苦 即使在家裡 也不是說呼吸得很清爽 好了 不要說這些了 一說起這些就有一點眼睛 其實今天想跟大家說 鬧到夜控控澳洲、美國、英國和法國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好笑 大家會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選票是這麼厲害的 當然啦 國際間的利益 很難說會 我們普通百姓會明白 但也沒有理由這麼笨 那些總理 其實我覺得美國是老屈的 這個事實 澳洲會買美國和英國的技術 作為核潛艇或核動力的藍隻 所以就解鎖了法國的訂單 單方面解鎖了 當然 傳說中就不是澳洲通知法國 是美國通知法國 還要是臨拉斯前幾個小時才通知法國 說我們和澳洲要做核 所以你那個就不背了 所以法國就很生氣 喂大哥 第一就沒有了夠錢 你要知道 在現在的期間沒有了夠900億的東西 是900億的 不少東西來的 那當然不高興 現在大家知道什麼環境的 一少了900億 當然不高興 第二就是沒有面子 如果你說反過來 他是不要發覺的 我現在需要核動力 所以你那個不是核動力 我們不需要 但是錢我們只要給你 那可能法國就沒有那麼大反應了 有沒有所謂 你只要給我錢 你給我足夠錢 我不用做事 又沒有那麼大問題了 最多是面子問題 你最後才通知我 面子問題 但是你用錢去扔 扔回來 所以法國應該不會有那麼大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面子 最重要的是沒有錢 如果你說 我只要給你900億 再給你遺約金 1000億 那可能法國就沒有什麼出聲 不用做有錢 當然了 我亦都覺得澳洲是很笨 根據 我們根據的比例 法國那隻不是核潛艇 不是核潛艇的 不是核潛艇的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法國那隻不是核潛艇 也要造價900億 當然澳洲搬回到自己做核潛艇 當然澳洲搬回到自己做核潛艇 可能會比較便宜 但因為核潛艇 所以應該造價都超過千億 你想想美國 他聰明 他賣技術給你 賣設計給你 他又不用幫你做 又不用污染去地方 第一時間賣技術 他就可以拿到第一時間的房子 第一塊錢 因為做核潛艇的國家不多 懂得做的不多 所以他賣技術給你 他就可以天價地賣錢 至於你自己做不做到 技術就賣了給你 你有沒有本事做到 就是你國下澳洲的事 但澳洲很愚蠢 現在中國正在制裁澳洲 澳洲的經濟已經哭到媽媽都不認得 你還可以拿夠錢 你給美國嗎 買去技術嗎 你還有錢在建基建 做船澳嗎 要知道一個核動力的潛艇也好 航空母艦也好 他需要的地方也要大 要沿海的地方也要大 澳洲的基建 找到這麼大的地方嗎 做到嗎 澳洲的基建都不是厲害的 你首先要建核潛艇之前 要建了大船澳 但以他們的速度 建了大船澳 要多少年呢 現在的專家說 他們可能最快要2040 現在是2021 即是最快2040 當中 法國說如果他們交貨 大概是2030左右 即是現在要拿船澳 最快要2040才起好 2040年後 什麼環境 就算你真的用核動力又如何 可能那時候已經不再需要核動力 其實可能你知道美國幾首的 可能他想著20年後 我們研究出新的東西 已經不再用這些普通核動力 剛剛聽Gooby哥說 中國在研究第四代核動力 是用那些什麼土 還是巴斯迪布 是巴斯迪布說用土 即不是泥土的土 而是金字邊的土 來做第四代核動力主要材料 還可以循環用 那些人已經正在開拖 而正在開拖第四代 所以不排除美國現在開始 正在研究第四代 所以將這個技術 原意送給你 到你真的做好的時候 可能第四代核動力已經完成了 又有什麼所謂 當然在美國現在這麼窮 最重要就是拿一塊錢 但是澳洲來說 這麼窮 有沒有錢去做基建 美國現在擺明是老鬱 大家知道鬱錢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澳洲是否傻 如果2040年你才有護衛艦 如果我們真的要攻台灣 解放台灣 要保住你們所謂的島鏈 什麼 要保衛台灣 等到你2040年嗎 不用了 2030年之前已經完成了台灣 你覺得你來也未來到 你船航都未建好 我們已經完成了所有的 那你 起來做什麼呢 更何況你熬到2040年才行 我們現在 疫情我們是不會去這些 澳洲 日本 台灣 美加這些 除了一些黃人之外 我們是不會光顧他們 所有和我們國家 對著幹的 14億的人民 都是不會去的 他們沒有經濟 而我們中國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 除了少量的食品 可能還是要外國供應 但不影響 最多吃少一點 或者吃得沒那麼好 但其他的產業鏈 我們還是可以頂住自己 給自己 其他國家 後來可以捱到這麼久 我斷工美國 自身 只是說 打仗 內戰 還未內戰 就快 這些 還要印銀紙 這些 很快就搞不定 他再不賣出美債 再不賣出美債 拿些錢 變一些東西出來 他自己經濟就會崩潰 崩潰 所以現在他是用這些 不想買出的技術 都要賣出 因為如果是賣出物品 他根本買不出 唯有賣出這些虛無飄渺的技術 但賣出技術還技術 他能夠 是否完完整整一套技術買出 大家有識別以待 這次就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